随着霹雳州议会否决对州务大臣阿杜斯利·阿末法医扎的信任动议之后 霹雳州苏丹今天早上轮流召见巫统和西蒙三党领袖 外界普遍相信各党领袖是要向苏丹殿下推荐大臣新人选 不过霹雳王公公问团成员安努亚在你指出 殿下只是劝运各党寻求最好的方法 筹组新州政府 至于大臣新人选各党至今都还没有定夺 失去多数支持的阿末法医扎丢大臣职位 昨天下午觐见霹雳州苏丹纳兹林殿下汇报最新时局后 下一步就是决定新大臣人选 今早11点左右 霹雳州西蒙三党领袖 包括诚信党主席拿督阿斯穆尼 公正党主席法哈斯和行动党主席尼可敏 最先抵达禁党王公 会面一共持续了35分钟 三人一起乘车离开时 只是摇下车窗让媒体拍照 没有进一步发言 紧接着在大约两分钟后 载着巫统毕利州主席拿督沙拉尼的轿车随即驶入王宫 而他在中午12点左右离开时 同样没有向媒体发表谈话 尽管外界揣测 沙拉尼是新任大臣人选 不过霹雳王公顾问团成员阿努亚赛尼 随后向媒体发言时表示 新门和巫统领袖在觐见苏丹殿下时 表达了他们对当下时局的最新看法和立场 但没有提成新的大臣人选 他还透露各个政党还在协商大臣人选 目前殿下已聆听了各党的建议 但不会插手政党谈判 阿努亚赛尼也证实 殿下将会在明天召见国阵兼巫统主席 拿督斯里阿莫扎西 据他所知 巫统还在商讨大臣人选 并会在今晚召开特别会议 感谢观看